大家好 我是阿天 今天是2020 6月21號 早上快9點了 這個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上有一個半獸人戰士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傷害減免是80% 然後傷害增幅是1788% 也就是說 傷害高了快18倍吧 那為什麼敵人的那個屬性會那麼高呢 那是因為說你跨等推這個主線地圖 敵人的那個等級就會強那麼多 也就是說這遊戲就是 你跨越多去推那個敵人 那敵人的那個傷害增幅跟減免就會越多 我們看一下我剛剛推過這個68級的地圖 那我現在等級是62 那剛剛那個傷害的那個增幅已經到快18倍嘛 然後傷害減免是80% 我們看現在69級推69級之後敵人的那個設定會變多少 這個敵人感覺上不難對不對 可是我們點一下敵人 傷害減免又多了4%有沒有傷害減免多了4% 然後傷害增幅呢 剛剛是1788嘛 現在變成24 24xx 所以啊這個這款遊戲啊就是 你要跨等推圖可以但是他會 他會強的很誇張喔 像剛剛就是我們看這邊 傷害減免就是已經到了 又多了4% 然後傷害增幅多了 多了600%就是多了6倍之多 所以說這個你跨等推圖之後他的那個 敵人的那個加成就會差那麼多 那如果說想要快速升等的話以目前來說 我所知道的可以快速升等的方式就是去速戰 就是他有一個那個 掛網然後你花鑽石或者是 或者是那個什麼你有終身卡的話可以有比較快的方式就在這個地方 那我買了終身卡的話也頂多就是三次 一次免費 兩次鑽石 然後一次是100鑽然後第二次是120鑽 因此這遊戲如果說我覺得等級是算是蠻重要的因為你如果說等級不夠高的話 其實你想要跨等推圖的話敵人那個強化會強化的非常的誇張 所以說像我現在62級我推到68級算是極限的 那如果說我要推69級的話 就算我的配置很好 那但是我也會被這個敵人超級強的這個傷害減到84% 也就是說你打他100點 你只能夠對他造成16點的傷害 好那另外一個就是說這個神格 神格是可以洗的喔 譬如說我這個暗影好了 我如果點重置的話 他只要消耗一個這個命運鐘擺 命運鐘擺這個是每日任務都會解其實時數量很多 那我們來實際演示一次 我點這個重置 重置之後呢他就會除了他自己本身之後之外他會他會就是重置 他會 隨機刷出其他兩個 隨機刷出其他兩個 那因為我現在我是需要暗影喔 因為那個是這個是全體中毒傷害增加 為什麼我會需要這個呢 你洗好之後要記得裝上去喔 點裝備 一個人可以裝備4個 然後一個如果說你刷到 相同的這個神格的話他是可以強化上去最多強化到3級 那為什麼我我我現在我用重置我刷出這個暗影呢 因為我後來就是 我看那個排行榜上很多大大都使用這個毒王喔 毒王這招凋零他是 隔一段時間會他會對三個目標進行攻擊然後會給 敵人上4層中毒1層吃環 這個神格的特性呢 來看一下 這個神格的特性他會讓這個 上中毒的敵人然後降低 全部的這個抗性8% 就是說但是 不論是你是幾層他降低就只有8% 我們怎麼看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已經被降了 我們等下一場戰鬥 其實你可以從這個敵人的這個數值面板看出來說到底他有 他有沒有降低這個這個屬性喔 我們來幾個任務好了 這邊你剛過一個星圖都會有任務 好我們來注意看這個實人化 這實人化現在冰屬性 光屬性 暗屬性都是0然後火屬性是-20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再點一下 因為他現在中毒了 你看他的圖像左上方有一個綠綠的很像牙齒的東西現在是10 然後現在變成了冰屬性 火屬性 光屬性 暗屬性都是-8 這樣子 所以我們點一下面板就可以知道說敵人目前的狀況 因此可知道說這個神格除了就是會讓我這個中毒的傷害 增加35%之外 他還可以讓中毒的人所有的那個 抗性都-8% 那正好我現在使用了這個聖教軍 跟這個聖光十字他是屬於光屬性的傷害 那另外我的兵劍是兵屬性的傷害 那我的攻擊技能都是跟屬性有關係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神格 除了讓中毒的傷害增加又可以讓我的這個屬性傷害增加 因此我就選擇這個重置 換了這一個暗影的這個神格 好那這個影片就到這邊 那簡單說明這個跨等推圖然後 敵人的征服以及這個神格的這個重置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影片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